管一鹤 醒醒 咱们回家 走 一鹤 小白姐 醒醒 一鹤 你听我说啊 晚上她跟我爸吃饭都喝多了 所以我就送她来休息 紧跟着她就吐了我一声 我也没有换起的衣服啊 所以我才换了浴袍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 金子 你最好趁我现在还理智 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赶紧离开 一鹤 醒醒 一鹤 醒醒 这什么 管总 管总你快醒醒 你你你快 小白姐她误会了 你快帮我解释解释嘛 解释什么 解释你们两个 大晚上的一起喝了酒 还进了一间房 还换了衣服却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不是叶小白 我给你解释半天 你怎么就不信呢 你就算不相信我 你也应该相信你老公吧 算了算了 这 这 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 你你们自己解决啊 真是 小白 你不过真的误会 真的 我她什么事都没有 你放心 对啊 孤男寡女大晚上的 在一个房间里 顺便换了衣服多正常啊 是不是 能不能好好说话 那我怎么才算好好说话 如果是你看见我今天喝多了 趴在床上 一个男的穿着浴袍 就这么出去了 恐怕你早就动手了吧 是 我知道 我明白 至少我 我会先了解事实嘛 那你当初打高山的时候 怎么不先了解事实呢 男人跟你说能一样吗 要说不一样 你这次更过分吧 难道因为我是女的 我就肯定有问题啊 别无理取闹了去 我无理取闹 你有家不回 跟赵金子不清不楚的 我不该多心吗 你一再和她越近 怎么你一点问题没有吗 小白 能不能别那么情绪化 如果我真的要跟赵金子 有什么呢 早有了 你什么意思 后悔了 嫌我多余了 好啊 你现在跟她开始也不迟 我什么时候嫌你了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 像一个怨妇一样 不可理喻呢 对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 现在越来越像个怨妇了 从我相信你 会让我幸福的那一天起 我就有了太多 不欠实际的期待 为了弥补你那三百万的缺口 我拼了命的工作 为了让果果能够拥有足够的母爱 我再忙再来 我也挤出时间来陪伴她 可是我并不是超人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偶尔的帮我一捧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骗了你 是我要逼你去工作 又要对妈 是吧 你没有骗我 你也没有逼我 是我自己 被女儿 妻子 是 这些身份捆住了 我 你也得到我 你也得到我 你也不想想想想想鸟 我怎么想想想想想想你